性与宗教 我们仍然具有 较低的动物层次 性冲动 是人性中最大的动力 性的力量影响心愿 因此 某些程度的自我控制 即使对普通人 也是必须的 如果想要进一步的精神成就 想要使我们的心 能够收放自愈 那么 更高的自我训练 就显得必要了 想要克服性 这个人生中最大的势力 唯有首先 立志降伏自己的念头力量 只要他能够控制性的努力 他将会更加能够控制他整个的行为 和情绪 独身对开展精神力量是必须的 但是修持佛法 也不强迫每一个人都要遵守完全独身的生活 佛陀的忠谷 只是告诉我们 独身的生活 和一个人培养精神成就有关 对一般佛教徒而言 在家居士的戒律中 有不斜淫戒的规定 性欲的放纵 就绝对不可以了 放纵性欲的人 最终将会在生理上 心智上 甚至两者都遭到不幸的果报 在家的居士们 有必要学习某种程度的控制 甘地曾经讲过 我们低的部分 仍然是动物性的 所以 人的性冲动 必须适当地控制 当人沉醉于性欲的时候 他的德行 甚至教之于动物 更有不如 讲到动物性的性行为 我们就可以比较到 是人比动物低等些 还是动物比人低等 就性行为来讲 动物或者人 哪一个教正常 和教有规则性呢 是动物 还是人 教为不规则 或者放纵呢 这样一比较 人就比动物低等了 为什么呢 简单地说 因为人 是有心智的能力 正确地运用 能够使他 降伏性的冲动 可惜人 常为性冲动所奴役 这样的人 实在可以看成 不如动物 我们的祖先 不太重视这种性冲动 他们知道 性冲动 是够强大的 没有必要 给任何额外的鼓励 但是 今天我们被 成千上万的人 有所渲染 种种挑逗性的广告 海报 我们甚至为 性冲动辩护说 控制性欲 会导致心智的失常 事实上 控制冲动 是任何文化的首要原则 我们这个现代文明 已经污染了 我们周遭对性的认识 我们的身心 受到性的强大拘有 就在这个现代社会 对性的潜移默化之下 今天的年轻人 竟然养成了 公众所讨厌的 对性的骚扰惯性 一个无辜的女孩 已经很难 自由自在地行动 而不受骚扰 另一方面 女子们 也都要对她们的服装 负一些责任 某些服装 引起年轻人的蠢蠢欲动 人是唯一 没有自然性欲 幽子期的动物 不幸地 商业界 利用人的色欲天性 使现代人 暴露于 无幽子的性刺激之下 现代生活中 很多神经衰弱 可以追索到这些不平衡的刺激 社会上 希望人 是一夫一妻制的 然而 女人 却被鼓励 运用一切的可能性 去使人魅惑 还不止魅惑 丈夫一个人 甚至还要让每一个男人 为之意乱情迷 很多社会 强制一夫一妻的关系 一个男人 纵使有很多缺点 例如他是一个小偷 讲大话的人 或者骗子 他仍然能够成为一个 有道德的人 意思是 只要他对妻子忠实 这件事的危险 在于让有思想的人 将一夫一妻制 看成是人为的 而非超越的普遍性法则 这样的思考 是错误的 性在男女生活中 有其应有的地位 他既不必不健康地抑制 也都没需要病态地寓意夸张 如果我们重视性 我们就更加应该适当地以意志去控制他 我们就更加应该适当地以意志去控制他 我们就更加适当地的脑子 比这个腿